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迎翻济沧海 寒寒芯片长风破浪 昨天爆出了赵丽颖的造型海报 虽然有些网友第一眼认成了寒雪 但总的来说 在直男寒寒的打造下 颖宝的气质变得十分温婉 最近颖妹子身上好玩的事还有不少 比如她用容貌帽子遮住脸 站在清华大学前 表示如果再有机会 希望把脸露出来 俗话说该出手时就出手 P图我们帮你 看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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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前帮你圆梦的 随后又有网友在北京机场偶遇赵丽颖 全素颜 没有保镖 没走VIP 更没有明星架子 在助理的陪同下 跟普通乘客一起排队进经济舱 还笑得如此有亲和力 真是一个可以随时就地圈粉的艺人呀 神气了我得圆 不声不响就搞了大事情 昨天跟正描红好少年王源 受邀前往北京联合国大楼 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工作会议 合照中端着茶杯的王源 化身正能量老干部 与助罚办工作人员侃侃而谈 更在事后被工作人员称赞 16岁就有如此成绩 绝对是前途无量的联合国指定偶像啊